7月19日,秦浩以连线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直播秀,这次直播是与多位游戏主播共同进行,并将秦浩分入主播队伍,进行对阵游戏。 没想到,对局后的采访,却让秦浩撒了把狗粮,直播安排了粉丝提问环节,有粉丝问秦浩,觉得伊能静像游戏里的什么角色,秦浩大方地表示,觉得伊能静特别像阿里,尤其是偶像歌手这个皮肤形象,原因是这个角色实力强大还漂亮,身材也好,大秀了一把恩爱。 除此之外,秦浩还在采访环节,提到了自己曾经合作过的演员吴磊,他和吴磊曾经一起玩过游戏,但秦浩耿直地表示,他觉得吴磊的游戏功力只体现在嘴上,但实际操作起来是个坑。 最近,秦浩和伊能静的综艺节目不断,之前,二人也曾合体参加过综艺节目,但当时,秦浩被观众批评,感觉不爱伊能静。 在最近的综艺节目中,伊能静不在场的时候,秦浩大方地说起甜言蜜语,称自己和老婆没待够,之后还不忘补充一句,想和伊能静永永远远地腻在一起,如此甜蜜的情话,让旁边的李胜和江潮都感到肉麻,平时给人直男感觉的秦浩,讲起情话也毫不信色。 伊能静最近在录制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,而秦浩和妈妈,则是选择在长沙陪伴老婆的录制,无论是节目中还是节目外,一家人的关系都其乐融融,伊能静和秦浩是姐弟恋,一开始也并不被外界看好,但随着观众的了解增多,大家才更加了解到,他们二人的相处模式,也不再片面地看待他们的感情。 感谢观看